接下来我们请桃园县议员魏雪金魏议员为我们勉励 我们掌声来欢迎魏议员 谢谢 谢谢 我们吴校长 主办单位吴校长 还有我们荣兴的陈校长 我们县政府 荣兴相控所的各长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谢谢 刚才骑着自行车在外面上 来到这边又不一样的感觉 那么音业 我想每一个学校 我帮大家 现在各学校在发展音业 我个人有点愿意 对我们学校 如果我总是怕说 这个音业的业气够不够 或者这样它比较昂贵 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帮大家 帮我们学校到县政府 珍惜一些音业的器材 那从这些音业的器材 我常常跟校长讲 如果我们有好的音业社团 如果到学校来 其实可以给他们共同来分享 使用 让更多人来学音业 会很方便 那这里跟大家推荐 我刚刚乡长讲的 爱业 它是龙台乡 第一个真正 以这个管弦业 来成立了一个音业社团 叫爱业社团 那我觉得这个社团 他们在客家文化版表演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陈校长 我们从头 他表演三个钟头 都把它看完 其实有时间的话 我自己会以内 花时间来看这些表演 我们从头把我把它看完了以后 欣赏完了以后 才知道说 这个音业这里面 他们大概需求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 我虽然不会谈音业 不会乐器 但是我们知道说 要怎么样 可以这样帮助他们 协助这些社团 因为这个社团成立 可以让很多的 学生也好 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共同来加入 让龙台乡这个音业的艺术 这个音业风 会很普遍 普遍在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角落 那我尽量来协助 那今天这个颁奖给你 我比较 待会时间比较不够 又不能留在这边颁奖 我也很感谢 那再一次祝福大家 因为音业 我们的生活 立刻觉得更来越来更美 好 在这边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魏力言 因为今天受奖人数众多 为了使典礼更加顺畅 爱与时间关系 为了一一邀请长官来宾致 请多包涵